中国大陆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琪 像买不起一只约350台币每笔的网友 风暴持续延烧 连外科医师都加入战局 这名医师感叹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而且他还因为病患健保费用超标被倒扣薪水 美国医生的手术费是几万美金 我的收入是负14000人民币 不只顶层的医生还有万送员 也拍片大呛李佳琪不知真实的民间疾苦 今天晚上送到现在已经送了200块了 李佳琪都在努力了 你看现在是太少年之后 下着大雨我还在送外败 大众很努力却不是努力就能做到李佳琪 中国大陆统计局公布8月经济数字 却还是不见青年失业率 今年的青年人就业在8月份还是出现了明显的改善 说明了就业的政策 特别是对于青年人就业 这个政策的效果才逐步显现 北京官方声称青年就业好转 但究竟变好多少 失业率下降多少 依旧无法说出来 TVBS新闻联罗室陈云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